美国教育机构国际教育研究院前不久发布报告 称2016年赴美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新生入学人数在过去10年来首次下降 另有数据说中国在2016年赴美留学学生数量的增幅也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是什么原因导致海外学生赴美留学的势头放缓 川普总统的中国之行对于中美的留学前景有何影响 此外有中国的人大代表称出国留学费钱又缺乏就业竞争力 老百姓也并不情愿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后人教育集团首席执行官陈杭先生加入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 陈先生是通过skype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讨论 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就这一话题是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 那么您在文章中提到中共的十九大代表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 同时我们知道他也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金东涵提出老百姓也不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他的观点是海外的留学费钱又缺乏就业竞争力 他说每年花费的超过了400亿美元的资金 同时还要为孩子的安全问题担心 那么他认为留学热表明中国急需增强一流大学的建设 您在文中似乎是不认同他的观点 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的观点是这些愿意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的这些家庭 他们这是为教育的消费 那么他们希望孩子成为精英 接受精英的教育完成向上的这个社会的流动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精英教育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 你甭管是什么样的排名 世界前十名的学校有七名在美国的 前五十名的学校有三十名在美国的 那么这个状态是美国的教育的体系所决定的 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不是说中国的这些学校 他希望能成为一流就成为一流 那么从十九大的报告当中也说了 中国的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那么这些建设者其实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的资源不足 培养这种实用性的这种建设型的人才 那么对于这个精英的教育 那么其实在中国的以前的这个国际交流的国策里面 比如千人计划 比如人才引进回流 那么对中国的建设起了非常非常大作用 现在中国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科 包括基础学科 包括这个很先进的学科 都是由这些由海外教育 这种精英教育背景的这样的人才来引入的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400亿美金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投入 是这个家庭的这个私有财产 是自费留学的 那么他的钱是用来是买这个这个名牌包 还是用来买军化包 这是家庭的这个他的解决方案 不是说呢你不想让他留学了 你这个把大门封起来了 那么呢他就都去上海大学了 而不去伯克利了 这个是讲不通的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 就像我刚才提到有报道说 现在赴美的这个留学生的人数 这个增幅是罕见的放缓 那么您认为就是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都喜欢听这个美国的负面的报道 其实呢今年的这个Open Door Report 就是美国国务院所委托美国国际教育研究院 发表的这个美国国际教育交换学生报告 让美国的国际教育界以及全世界的国际教育界呢 大输一口气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以前的预测呢是因为川普政府 而使呢美国国际教育不再有竞争力 而且呢在这种对国际学生的欢迎程度上 对这个科研经费的投入上面 而且呢又加上这个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国际教育的增强 比如中国的国际教育的吸收的人数 在五年当中从世界的根本排不上名 到世界的第六名 现在呢到世界的第三名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前进 那么呢新加坡呀这个澳洲 澳大利亚也在吸取国际学生 但是呢今年的报告呢 是每年美国连续16年 这个国际学生的增幅增长 而且呢中国的学生呢是增长了6% 连续7年是美国的国际学生当中最多的 这个其实呢是对国际教育呢是很振沸人心的 因为呢这个持续说明了美国的这种精英教育 美国的教育对全世界的学生 是有很大的内在的吸引力的 而且呢在这个开放报告里面 美国的国务院呢也把它提出来 这个在美国的接收这个国际学生 它不仅是教育的交流 而且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呢它是有这个增加这个民族间的这种交流 这个了解增加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呢今年的这个增幅的这个下降 而且呢首次呢有这个第一年入学的学生的减少 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几个国家 尤其是巴西和沙特阿拉伯他们的这个政府奖学金减少 今年比去年的这个新生的下降了有1万人 那么呢但是这两个国家人数减少呢 就政府奖学金取消了就减少直接减少了1万5千人 所以呢这个你把别的国家都算上 其实呢美国的增幅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这是超乎了这个工业界的预期的 因为以前呢觉得呢在去年的同样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觉得这个今年不仅没有增幅 今年会减少的 所以是这是我的意见 好的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是刚刚结束了他亚洲之行 那么其中也是将中国作为他重点的一战 那么此次这个川普的访华行程 那么对于中美的两国间的留学的前景 有什么样的影响 能否帮助推动或者说扭转当前这种赴美留学热 似乎是这个势头减缓的这么一个情况呢 中美留学热的这个势头呢从来就没有减缓 今年的这个川普访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试金石 因为呢这是中国的十九大结束以后的第一次 外国的这个重要的外国元首放华 而且呢这个川普在上台以后呢 他其实从来没有对国际教育呢 有过直接的这个评论 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当时的预测呢 就是他们这次呢这个公报呢 肯定要谈到国际教育 那么呢这个根据新华社发表的公报 说的这个国际教育呢有三大条 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线呢 就是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将共同努力促进中美双向留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呢在中美的这个留学 那么呢是双方政府都是要来这个双向的来提高的 那么呢在美国来给学生有这种精英的这种教育 而且呢中国的政府呢也承诺在未来呢 会支持一百一万个学生的奖学金的项目 就来美国读书 那么呢也欢迎了美国学生呢到中国来读书 那么呢再有呢就是说这个中美呢促进这个创客中心的建立 促进这个学生间的这样的交流 所以呢这是非常好的这个现象 那么再有一个呢从中国的市场来看 现在中国的开设的这个中等教育当中的国际学校 尤其是国际高中 每年呢是在以20%的速度在增长 他接收的学生的数目 那么这些学生他将来他不会进入中国的高考体系 进入这个中国的本科大学 那么他就是要去国际上来读书 那么如果他准备这么早的话 其实呢他们里面的90%的学生都是希望呢 是导向美国的这样的来读书 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精英的教育 而且美国教育让学生呢有上上的流动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你像川普和奥巴马川普的女儿 这都是通过转学进入到美国的长青藤学校的 并不是他大一就进到长青藤学校 那么这样的这种精英教育的上向流动的这种体系 是对中国的这种以这种学而优则是啊 以这种把教育作为一个家族的一个投资的这种 这种千年以来传统理念 它是非常的契合的 而且呢中国现在这种要求得到精英教育的这一部分的家庭 其实呢在中国现在教育上并没有得到满足 那么呢所以这是这些学生 为什么要到海外求学的一个根本上的原因 那么现在既然两国元首都同意来促进这件事情 那么呢这个事情呢至少在中国 这个只要是中国的领导说了 那自然会有人来推动 而且现在看来呢 两国的这种局势都会比较稳定 而且呢这是在两国的最高层的一个共识 所以呢我对中美之间的这个双向的教育交流呢 是非常的乐观的 好的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中美两国的游泽签语 还是非常乐观的 那么感谢美国后人教育集团的首席职员官 陈航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嘉宾影像发表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